电子烟第一股彻底崩了 近日昔日的电子烟一哥瑞克姆公司 物星科技披露的最新的财报显示 2023年第二季度公司实现营收3.8亿元 同比暴跌83.1% 非公认会计准则经调整净利润仅为8620万元 同比暴跌86.4% 从2023年上半年的整体情况来看 物星科技上半年营收5.67亿元 亦同比大幅下降了85.6% 非公认会计准则经调整净利润为2.7亿元 同比下降73% 惨淡业绩之下 昔日的电子烟市场一哥的股价也正在不断崩塌 截止最新收盘 物星科技每股股价报1.5美元 相比上市支出的最高价35美元 累计跌幅已经高达了95.8% 总是值累计中发527亿美元 预合人民币3800亿元 财报显示 物星科技二季度的毛利率为26.1% 而2022年同期为43.8% 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自2022年11月1日起 电子烟被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 实行从定价率的办法计算纳税 生产进口环节的税率为36% 批发环节的税率为11% 另外物星科技的高管层还将业绩下滑的原因归结为非法产品 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汪颖表示 进行的非法产品的再度泛滥影响了行业复苏的节奏 物星科技CFO陆超也表示 面对外部的挑战 特别是非法产品的干扰 公司在第二季度仍然专注于提高运营的效率和盈利能力 其实在国家新标准出来之后被明令禁止的水果味电子烟成为了稀缺货 部分地下电子烟厂商及经销商人在无证生产销售水果味的电子烟 据官方通报2023年以来 各地查获大量标油奶茶杯可乐罐字样的电子烟 这些电子烟的外形都是卡通的 口感也是各种的水果口味 质售假冒电子烟的成本仅为几元每只 而通过灰色渠道卖到消费者的手中 最高可以卖到一两百元 巨大的利润能诱使下顶峰作案的人是越来越多 导致了这些黑色产业里的行者 而在存量市场博弈之下 大量假冒的电子烟涌入 无疑会对取得相关生产销售手续的电子烟厂商 带来巨大的影响 禁止生产水果味电子烟 对于物心科技而言 无疑是一则重大的打击 数据显示 水果味等其他类型的产品 以前占据约90%的市场份额 经受水果味电子烟后 电子烟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是大幅的降低 据爱美咨询2021年一季度 中国电子烟行业发展现状及市场调研 分析报告提到 电子烟选购产品的众多因素当中 口味排行是第一 占70.9% 受政策的影响 物心科技紧急调整生产标准 据财报显示 2022年第四季度 物心科技的产品开发成本 同比大幅增长超700% 然而更严厉的监管接踵而至 2022年9月底 国家烟草专备局发布 关于加强电子烟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 指出系列有关注意事项 到2022年11月 监管机构开始对电子烟征收36%的消费税 作为行业龙头消费税的征收 对物心科技的冲击不可估量 2023年以来的业绩便受到了巨大的影响